不者对收息股情有独钟,近日又遇到新目标,招商局商业房托01503。 在REITS之中,招商房托算是新鲜人。在2019年12月挂牌,上市后单位价格一沉不起,上市价3.42元。 上周五收报2.41元。雷跌30%,这可能与市场大气候有关。其他REITS同期价格都反复走低。 招商房托执行董事国锦早前一番话非常吸精。他称,有没有公司招商蛇口包底。 2020年度每基金单位保证分派0.236元。分派承诺将维持3年。以上周四收报价计。 股息率达到9.8元。故事还未完。招商房托上半年每基金单位分派0.0809元。 换言之,不管下半年经营状况如何。股息将会有0.1551元,持货半年。 股息有0.1551元。年度化股息率12.8元。在现金零息年代。绝对吸引,只可惜招商房托日均股份交投稀疏。 单位价格波动也会较大。再谈谈招商房托的业绩。招商房托今年上半年收益按年减少6.7%至1.78亿元人民币。 主要因其内向租户提供约1500万元租金优惠所致。 组合内持有5个位于深圳蛇口项目,包括新时代广场、数码大厦、科技大厦、科技大厦二期,及花园城。 写字楼。零售面积占比分别为70%,30%,或仅坦然。由于写字楼供应多于需求,所以今后将会增加零售面积比重。 招商房托母公司在深圳另有三个项目期望未来两至三年逐步注入。 以招商蛇口的背景。招商房托未来收益虽则未必可以飞煌腾达,但保持现状应该没有无问题。 关键在于,投资者获取得招商房托所分派的股息,应该要做的是,投资风险较高的资产,以博取超额回报,这才是投资黄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